物理学家费里曼·戴森 也许你不是太了解 但他提出来的戴森球 你应该有所耳闻 这个大胆的科学猜想 指出一些高级外星文明 为了尽可能的利用能源 可能会将它们的主星 用太阳能收集器给包裹起来 你现在就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去建造一个 能够将我们的太阳包裹起来的戴森球 它将会是多么的庞大 实际上很难想象出来对吧 那么我可以给你一点点提示 就拿地球之间的距离做个参考 地球到月球大约是38万公里 但组成戴森球的一个 最简单最基本的单元 其宽度就至少是 地月距离的100倍 所以戴森球实际上 是一个极其疯狂的想法 但至少到现在 我们仍然无法排除 的确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尤其是在几年前 体验文学家通过 开普勒空间望远镜 观测到了一颗古怪的恒星之后 存在戴森球的可能性 更是直线上升了 这颗古怪的恒星 名字叫做KIC8462852 但它更被人熟知的名字 叫做博亚吉安之星 得名于它的发现者 天文学家 塔贝萨·波亚吉安 为了让你知道 这颗恒星有多古怪 我们得先来说说 开普勒空间望远镜 它于2009年发射升空 首要任务是 寻找太阳系以外的行星 在升空之后 长达4年的时间里面 它只专注于 银河系当中 一小块固定的天区 因为光是在这儿 就有超过15万颗恒星 够它玩了 它会每30分钟 采集一次数据 然后传回地球 供科学家们分析 科学家则需要找到 零星现象 来判断是否有行星存在 以及有关这个行星的 一些有用的信息 零星现象 简单来说 就是当那些公转平面 和我们的视线方向 平行的行星 绕过它们的恒星前面时 会挡住一部分 恒星发出的光 而这样的光度的变化 则被望远镜记录了 下来变成一条 随时间变化的光变曲线 供人们研究 通常情况下 一颗如木星 这样的巨大行星 零星时 所造成的星光减弱 也不到1% 而且由于它的公转周期 是非常规律的 所以反映在光变曲线上面的形态 也非常有规律 就是隔一段距离 就来一个非常漂亮的U型凹槽 另外由于大一点的星星 也几乎都是完美对称的球形 所以这条U型凹槽的左右两段 通常都是非常对称的 但所有的情况 来到博亚吉安之星 这边都变了样 首先是它的亮度变化 简直是没有任何规律可言 有的时候只会降低1%左右 而有的时候 则会雪崩似的降低20%之多 要达到这样的遮蔽效果 这颗行星至少需要 是地球截面积的1000倍以上 要知道 没有任何人类已知的行星系统 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 而且这样的变化 持续的时间也不相同 有的时候持续几个小时 有的时候则是几天 甚至是几周 更离谱的是 光变曲线的凹槽海 从来都没有对称过 告诉我们 这个挡住恒星光芒的家伙 根本就不是一个对称的形状 这完全把天文学家给搞懵了 到底该怎么解释呢 抓狂归抓狂 但必须要设法 为这样一个现象 找到合理的解释 于是各种各样的假设 被提了出来 比如可能是 这颗恒星周围的 尘埃和气体组成的新周盘 上下摆动所造成的 但不合理 因为博亚吉安之星 是一颗中年恒星 周围的新周盘 应该早就消失了 那会不会是 这颗恒星周围 已经形成了行星系统 然后两颗行星碰撞到了一起 就像当初把月球 从地球当中撞出来的情况一样 但并没有任何能够 观测到的碰撞 所产生的大量尘埃反射 来证实这样的推测 会不会是一大群的灰星 飞来飞去 把光给挡掉的呢 这是目前最符合 观测结果的猜测了 但就算是提出这个假设的科学家 也很难说服自己 去相信这个假设 毕竟这意味着 成千上万颗灰星步调一致的 穿过我们和这颗恒星之间 是故意演给我们看的吗 所以最后 科学家不得不考虑 另外一种更惊人的假设了 那就是代声求了 看起来很科幻 但即使是这样一个解释 也没有比前面那些 已经很牵强的科学的解释 来得更加的牵强 所以为什么不可能呢 目前科学家 一方面在寻找更多的证据 并开发更合理的解释 另一方面 也开始在思想上 做好了一届外星人的准备 比如使用绿暗望远镜 时刻监听着 ET们可能泄露出来的 无线电波 好了 最后 你怎么看呢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 让科学更有趣 感谢观看